熊熊火事燒不停 浓烟直竄天际 千兵畅方瞬间陷入火海 全面燃烧 就怕有人还在里面 消防出动大批人车 紧急步水线抢救 运踢车从高处射水降温 大火踢胸派出217人 67车斗场 洒水超过一小时 疲于奔命 新北新庄青山路 这处舞台工厂 31号深夜突然窜火 民众紧急疏散 胆战心情 我驚在这里我也驚在这里 我先到着火了 附近居民惊吓之呼 在家里都闻到浓浓塑胶味 索性经过抢救 进入火场确认 无人受困伤亡 不过另一头新北淡水 也出现危险景象 轻轨列车通过 一旁却有烟火放不停 30号晚间淡水公庙绕境 不但违规近距离 在轻轨旁释放烟火 险下还生 连参与人数今也违规 六倍挑 虽然有提前申请路权 但人数却从原先告知的 五百人瞬间飙升到三千人 结束过后留下慢地 变逆炮竹垃圾 却没有依规定清理 被环保局开罚六万罚还 而在轻贵旁放烟火 也被消防局开罚最高十五万元 清洁队动员超过三十人清理 这对清费用也将依法求偿 记者张佑茨洪玉兰是不是报道 我是陈志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叫我铃铛喔 屏东方辽三十号早上六点多 重机车队集体出游 其中一名男骑士突然失控摔车 一辆自小客刚好左转 酿出死亡意外 监视器拍下骑士摔车后 重机喷飞一个路口喷超远 而人不偏不倚撞上自小客车身 自小客受到撞击还弹了一下 骑士倒地不起 车友急忙回头查看 没有呼吸心跳 进击CPR 但现场血迹斑斑 触目惊心 周性驾驶经常救后宣告不治 33岁重机骑士送医后重伤不治 死亡车祸原因是骑士为了闪车击煞 那还是限速50公里重机超速 或是汽车为离让执行车 造势原因警方还要厘清 而高雄追起车祸 害摔车的凶手居然是一个包包 背着包包的男骑士从旁边骑过 下一秒另一位男骑士摔车 滚地好几圈 放慢速度看 巨型包包疑似K到机车龙头 害骑士失控勒惨 虽然不是直接碰撞尿出车祸 但警方呼吁 在运物品要注意高度和宽度 又没有超过规定 避免违规酿货 还要吃上罚单 这屏隆高雄走不走 我是戴力纲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穿着蓝色上衣的65岁里长 中午12点多 列至当头 他戴着帽子站在田边 忙碌着修剪杂草 当时气温高达32度 毫无遮蔽物 忙碌一个多钟头 只见里长可能是累了 坐下休息 没想到下一秒 他突然往后一倒 再也无法起身 列阳下农田整地 曝晒一个小时 里长倒地不起 被发现时 已经是下午三四点 紧急送医急救 回天罚术 意外就发生在前一天中午 他是彰化和美六连霸 超级里长 在地服务二十多年 过去辖区有三兄弟 经济困顿 受到皮包骨 当时里长更是热心 奔走帮忙 凡事亲力亲为 反正你都付出就行了 这样你要嘴 你都这里脚步一年 你又怎么改了 昨天听到 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 当地里民难以想象 过去热心驻人的里长 疑似高温曝晒下田猝死 院方说里长过去 就有心脏病病史 到院后急救一个钟头 无自发性心跳 至于在南投 还有一名七十多岁老妇人 一早到西边雾农 头昏眼花身体不适 无法独自渡膝 差一点晕了过去 消防人员架设绳索 将老妇人带回岸边 但困难的还在前方 这五公尺高坡度五六十度的堤防 一步一步往上爬 才终于脱困 幸好老人家宋姨平安没事 解中部综合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我一开始 借着大家的勇敢 站出来讲 也没有想过会 变成今天这样 谈到性骚扰事件 一人大牙 瞬间泪崩 情绪激动地流下泪来 我也觉得 这是我的事 脸上满是泪水 一度说不出话 难掩激动情绪 一人大牙 上午现身台中 出席某电器公司活动 担任一日店长 这也是黑人陈建州 日前改提告刑事诽谤后 大牙首度公开露面 一个在排队的女生 然后他就是 然后当下心里真的很温暖 所以我觉得 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 然后所有的受害者 里面都不是一个人 大牙也坦诚 在网路上面对酸民 说不被影响是骗人的 但他也用正面的角度来看待 再三强调自己会加油 用勇敢态度面对 也希望外界 持续关注其他的受害者 至于黑人的IG和脸书 最后一篇po文 仍停留在六月中 并没有针对此事件 作出回应 记者韩志鑫 王百英 SNG小组台中自访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